好 那麼剛剛盛美有說了 其實是被加重強盜起訴 那請教馬律 加重強盜最重嗎 七年以上 你看拿那支手機就差 本來一般是傷害防礙自由 大概三年 五年以下 對 拿了那個手機 變成七年以上 所以很多年輕人不太瞭解 那個把人家控制他行動以後 恐怖他以後 從他身上拿東西的代價 其實差很多的 因為我曾經以前搬過那種未成年去 就是耍威風 就叫他 就恐嚇他 明天什麼什麼帶錢來 只是講講而已 講完以後 這只是恐嚇取材 叫他明天帶錢來 結果他隨手伸到他的口袋裡面去 你有錢對不對 五百塊 就直接從他口袋裡面 拿五百塊出來 就馬上從五年以下 跳到七年以上 他不是 就是一個動作而已 這就是因為你限於他 他沒有辦法 可不可以讓他自己拿出來 掉在地上我們再撿 這個就是技巧 這個技巧 這是技巧 掉在地上 我是撿的 撿的就不算 不是 從頭到尾 是你逼他拿出來丟在地上 還是算 是他自己掉下來 你去撿那另外一回事 所以通常我們在 我們今天如果真的搶人家 就是綁起來 全身有錢的東西都拔光 那個強盜這邊沒話說 你本來就是強盜 有些人不懂這個法律 身上有什麼東西 我拿來我看看 那那個是手機 假定說他有真的拿空氣槍抵住人家 那是防礙事有 防礙事有 那就防礙事有 那當然槍支是不是槍炮大藥管制 條例管制那是另外一個罪 如果是支援手槍 那有另外一條罪 對 他單純是 那個防礙事有罪重嗎 防礙事有五年以下而已 你跟北韓人 什麼叫合議 五年以下 如果跟北韓人和解 還有機會 如果沒有錢 甚至都不用關 我們想問的是說 閉關的跟不關 可以不用關跟閉關的案件 分水嶺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你不要想說手上拿個東西 很好玩 就這個先借我 所以這個加重強盜 再來妨害自由 對 有傷害嗎 傷害一定有 如果驗傷就有 講到這樣 對 我覺得如果是律師有機會脫罪的 就是剛剛順便講的 我今天拿他的手機目的是什麼 是據為己有 還是看看有沒有我的女友的手機 不會據為己有 或者是有拍在這裡面 因為手機其實沒多少錢 五個人怎麼分 就是你要證明 他是想看內容 你要證明你拿來看的 我是要看內容 不是要拿去用 而是要把它銷毀 你要先證明這一段 那可能要證據 譬如說女友的公辭 他給我拍什麼 這些才能夠證明說 我拿這個手機 不是意圖為自己不凡說用 那還有機會 那羅斯風自己說 其實他因為工作很忙 這個兒子從小一的時候 發現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特別性 這個黃醫師的小兒子其實也身體 也是讓你很辛苦 那你看到這新聞有什麼感受嗎 就是如果是身為父母 你真的生到有一些 就是疾病狀況的小孩 真的會想要多寵小孩 就我也是這樣 就我到現在都還在背 我家兒子的書包一起上學 這個很 他背得動嗎 他背得動啊 但是你捨不得讓他背 但我想要讓他長高啊 對不對 我又沒有車子載他 我就跟他一起走路 幫他背書包 我小時候我們家掛 在我都在背書包 我還是一七二人 就是我老實講 非常可以體會這個羅時豐大哥那一種 就是屬於知道了小孩子是這樣子 到底能做什麼 其實家長能做得很有限 因為身體不好 苦都是苦在他們小孩子自己身上 所以家長能夠想的一定就是 其實是物質或者是精神的陪伴等等 大概就是真的是只有自己 有一種補償心理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看到老實講 他就是養出了一個 大家這個社會比較不能夠認同的 類似八加九的小孩嘛 就是會跟人家一起人家call你 你就一起出去拿棒球棒 然後就身陷鱗魚的可能性 把爸爸的臉都丟光了 那我家小孩現在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媽媽就是阿嬤 常常會跟他說 你這個不要這樣子 接下來不然的話 你媽媽黃又加 我其實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家就已經會這樣子教 那小孩子我覺得 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阿嬤那句話 是認為說我是somebody 那我自己覺得我nobody 那我們家就有爭議 但是我媽媽確實是這樣教 意思是不能丟你媽的臉 意思就是不能丟你媽媽的臉 然後呢 之前小孩子也有一些功課 那個壓力我覺得也是 因為我媽媽都會跟小孩子說 你媽媽功課很好 都第一名 然後我家小孩子 就有讀書的壓力了嘛 那那個部分是 那你比較有強人的陰影 那個部分是阿嬤的操作 他就是這樣操作 把我跟我妹操作成 今天這個樣子 還有複製責 這個操作好像蠻前後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父母親的 對小孩子的操作是 不論他是誰 他們就有一套自己的操作模式 比如說羅時豐大哥 他的操作模式就是我要寵 我要這樣 這就是他的操作模式 那我們家是這樣子 老實講 因為看到這些社會新聞 我們雖然也不是特別有錢 或特別有名 我們也會害怕小孩子被寵成那樣 因為我自己先坦承 我有寵 可是不見得是那一種寵法 但我覺得父母親要先承認自己 就是說我有寵 所以萬一出了問題怎麼辦 那我就想我出了問題 我就跟我小孩子講說 可是你要注意 你如果做這些什麼 老師我們在家裡 常常講這些法律觀念 就是會可能會要 去關在監獄裡面 那媽媽是不想要跟你送牢飯 然後又跟他講說 牢飯非常難吃 然後只有白飯跟饅頭 你看你這麼愛吃 你就好好在外面 你就守規矩 在外面享受自由吃好吃的食物 想要去哪裡玩就去哪裡玩 那我們從小就這樣灌輸了 都沒問題 拜託以後 牢房的飯不要再公布照片 因為有人說吃這麼好 沒錯 因為這個想小時候都沒問題 可是我現在小孩子上小學 他會去上網 結果我講完之後 他馬上去上網說 媽媽你看那個牢房的便當 看起來很不錯 這是真實的故事 你剛剛說很難知 他說吃這麼好 他說看起來還不錯 菜色還不錯 對 我覺得現在不應該公布那個便當 要公布牢房裡面的狀況 對 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廁所就在隔間 那個還沒有隔門 就是一個這麼高的一個隔牆 然後就是六七個人 在裡面上廁所 對 睡在馬桶旁邊 不是 都在睡在地上 你要給他看這個 他才會受不了進去 你給他公布便當 他根本不會管 像小雞搞的 你就弄那個小雞在柬埔寨 然後被關起來 然後貼著身體這樣一個一個這樣 連躺下來空間都沒有 兒子就會有感覺 是 因為我們曾經在娃娃公布 我在長庚醫院吃那個月子餐的照片 然後竟然有網友 他是坐過牢的 他就來私訊說 黃醫師我在牢裡吃的菜 都比你那月子餐好 我們現在國際好 這個時代對人權的保護 確實是蠻不錯的 是 好 這個我相信 羅時豐或者包包太太 有這樣的兒子 他們應該很傷神 對啊 非常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